欢迎收看树名大头家 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有800多人不幸丧命了 但是指挥中心 现在指挥官陈时中说 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IP难道是睁眼说瞎话吗 病毒是从哪里天上掉下来的 另外李丁颖说 图立场上是天经地义 网友炮轰说 要拿人民的命来扶植 高端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教来宾地位是 立法院郑立文 实事评论员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谢韩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云英好 大家午安 今天新增本土病例四例 死亡个案两例 最重要的是 指挥官再次拿出了图表 告诉大家 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那本土的病例有四例 死亡的个案有两例 那至于说 是不是三加十一会让 诺夫的员工容易确诊 事实上不然他住的时间越短 那相关可能性的染疫就少 诺夫员工是会让基础员 因为三加十一而染的更多 也不会 因为住的时间也是短 所以接触 有可能的接触时间也是短 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要强强调 就是说这染疫的源头 到目前我还是认为 应该是从国外来的 那造成里面的传染 但是在这里面 共同工作的环境 防务部的员工 一一二零 开始这两间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确确的关系 那也很难去做一个 真正的一个厘清 很难做真正的厘清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这是陈时中部长要告诉大家的 好 今天新增了 本土的病例是四例死亡 个案两例 不过其实境外移入 今天创新高 十四例 很久没有这么多了 好 关联不明的有一例 而台北市今天是两例 但是新北市 今天可是没有是零 96天来第一次新北市加零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 总算疫情是真的快要能够 这个再继续往下来降级了吗 因为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 加零这个数字出现了 好 不过今天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指挥官要告诉大家 很重要的一件事 今天他连图表都做好了 要告诉你 三加十一不是防疫的破口 好 简单来说论点是什么呢 你看哦 其实早在去年12月31号之前 采取的就是三加十一啊 所以后来变成三加十一不是什么 要突然一下放宽 只是回到12月31号之前的旧政策而已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是难道说没有好的配套措施吗 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说4月15号开始呢 又回到了这个叫做三加十一的这个政策 是回到哦 不是新的哦 是以前就是这样哦 好 但是呢我们也有配套的措施啊 包括像是民航局都导航空公司 外战要临接触管理 而且机上呢也全程防护 还有完备的这个民航的相关法规等等 好 所以呢 基于这两个最大的重点要告诉你说 三加十一就不是防疫的破口了 好 指挥中心都这样说了 大家能够说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就是呢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呢 他昨天说三加十一啊 哎 不是破口哎 先前他不是说他要负起全责吗 好 结果昨天突然一下又说了 没有所谓三加十一的破口 那华航诺富特染疫是群聚事件 不是破口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家能够买单吗 五月到现在有八百多条 人命不幸的损失 到底破口是从何而来呢 李文 刚刚我很冷静的 心平气和的听完远宜的说法 这个远宜不愧是这个中式的头牌主播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忽然恍然大悟 我终于知道陈时中在说什么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刚刚远宜讲了 三加十一这个政策 本身不是破口 那可是为什么这中间有漏洞呢 为什么诺富特的旅馆会群聚呢 会被感染呢 所以啊他的政策没有问题 是执行的人有问题 换句话说他跟范云没有问题啦 有问题的就是郑文燦嘛 就这么简单嘛 他的政策很完美啊 去年也三加十一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今年三加十一也没有问题 就是郑文燦的桃园市政府 没有好好管理的诺富特 诺富特欧北来嘛 诺富特混在一起混居 就变成传染了 所以又是甩锅 上次甩给陈宗焕 甩给副指挥官 没甩陈 这一次他不敢说 他要甩给郑文燦 他也不敢说要郑文燦负责 但是这样听起来 好像意思就是说 是郑文燦的错咯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全台爆发严峻 疫情牺牲了八百多人 破口通通直向三加十一 没想到陈时中 竟然一口全都推翻掉 三加十一这样的政策里面 并不算是一个社会的破口 八百多个人死亡 确诊死亡 六百多个人打疫苗死 加起来一千四百多个人 这些冤魂如果天上有之 听你陈时中说跟他无关 陈时中才是陶基 诺富特三加一破口的罪魁祸首 天下会有这样子脸皮厚 那对破口谁造成的 那你是总指挥吗 你告诉我们 三加十一到底是不是破口 其实摊开时间轴就很清楚 今年元旦时 基组员都还维持七加七检疫 直到四月 小英爱将范云提案要求缩短检疫 四月十五号 基组员就改成三加十一检疫 同月二十三号 基石染疫变种病毒 三十号就爆发诺富特群聚事件 五月接连爆出 依然由一场群聚 和造成双北疫情的 万花茶艺馆群聚 也被证实就是同一传染链 也都是同一个基因序的变种病毒 网友气刀大骂变种病毒不是三加十一来的 难道是陈时中家长出来的吗 死了八百多人 你还有脸说没影响社区 照你的逻辑 小英爱将范云下次不选总统都说不过去 我就说鬼月真的不要鬼话连篇 大家真的是会听不下去 那大家就来回顾一下 其实早在五月十三号 当时宜兰游艺场跟卢州狮子会发生的群聚现象的时候 就会去检验他们的病毒基因序列 结果就是跟诺富特的群聚是相同的同一个传染链 其实后来包括万华等等 大部分都是查出来是英国变种病毒 而且是跟三加十一诺富特是同一个传染链 大家还记不记得 正是因为查出来的它的传染源是明确的 所以台湾才没有升四级防备 越升四级防备的条件 就是要有一定的比例 都是不明传染源 但是指挥中心一直告诉我们说 这都是同一个传染源 而且都是英国的变种病毒 不是Delta也不是武汉 这还不清楚吗 所以传染源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三加十一来的 才会被大家说它是破口 那不然之前都是清零啊 那难道之前清零是假的吗 所以到了五月二十八号 你看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呢 陈时中就说了 我放宽机师检疫的三加十一政策 他当时回答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就说 不是我甩锅 我还记得他有讲这句话 因为我就在现场 他说不是我甩锅啊 可是当时是副指挥官主持的 结果我们就问他说 不是他 他说当时不是我主持的 所以我们现场所有的立委就问他说 那是谁主持的呢 他说应该是副指挥官 所以我们就说那是陈仲彦哦 他就点头 所以才冒出哦原来是陈仲彦啊 结果后来陈仲彦就非常含蓄的说 没有我没有主持这个会议啊 然后变成没有专家会议 到后来变成没有会议记录 陈时中就说很多会议都没有办法做完会议记录 我乱说什么叫做很多会议所有会议都有会议记录 我从来没有看过部会 重要会议是没有会议记录的 他说后来走了公文的程序 每天会议实在是太多了 没有办法每一样都做啊 行政上不完备啊 请监委见谅 因为监察委员也要做调查 他就说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好 那么立委高宏安就说了 6月11号的时候他执询就问说 那我有什么会议记录都不公布呢 他很生气 我已经说是我负责了嘛 那时候有很多立委 执询他 他都说他会负责他会负责 那立委就说负责不是应该下台吗 他就说不是你叫我下台 我叫我下台 他就呛回去 好了 到了8月12号 居然说没有破口 没有影响社区 那我们不是就见鬼了吗 华航诺富特员工染疫是群聚事件 所以他们群聚他们的 跟后面的染疫没有关系吗 他说不是社会的破口 这大家怎么会听得下去呢 怎么会听得下去呢 那难道我们这800条人命 是怎么死的呢 好 我们来看到呢 那今天早上 国民党开了一个记者会党团 就在5月底的时候 国民党有没有 立法院党团去韩请教卫福部 就是说呢 3加11的措施的整个的历程 是什么 部长陈时中回答了 部长陈时中 5月27号的时候 回答国民党团说 4月13号晚上 指挥中心相关任务的 言商会议 包括了这个组 这个组 这个组 通通都代表讨论之后 为了兼顾经济发展 就为什么降低标准 因为为了兼顾经济发展 还有防疫安全 所以决定在第二天的记者会 宣布宣布什么 宣布长城航班3加11 那不就是你们当时决策宣布的吗 好 王任贤就说了 当时台湾里面就是没有病毒吗 我们已经清零很久了 所以唯一的风险 最高的风险就是境外移入 大家都知道 那你没有让机组员先打疫苗 就是一个错误了 然后他们又没有配套 这才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网友也说 难怪他敢说 陈时中说我要负责 因为他就根本不打算负责 谁说他是为了范宇印 他根本是为了自己 也有人说对了 病毒都从南机场来的 绝对不是 桃园机场 柯文哲就说了 政府不要否认错误 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堵住破口不再发生 要想如何拯救 正在贫困里挣扎的老百姓 这更重要 为什么讲到破口的时候 就神经紧张呢 曾经一度要甩锅给副指挥官 副指挥官又说破口是万华 造成全台湾舆论哗然 万华人万万不能够接受 因为他们是被害者 你这样讲 不是万华人把病毒传给全台湾吗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 病毒当然是从国外进来的 所以你现在说这个不是破口 那病毒从哪里来的 从万华地底下长出来 冒出来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这实在是让人听不下去 陈时中为什么在这 拨美贼 死贵犯情 现在在犯口肩 他是撞邪了吗 好 不过指挥官现在已经定调说 三加十一就不是破口之后呢 立委范云他就现身了 他说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继续团结防疫 陈时中说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他是做决策的人 然后他又兼指挥官 他在说 他说这个案子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世界上有那么不负责任 有那么不要脸的人吗 他的脾比陈阳还厚 没有关系 我们就会去告他 我们一定会去告他 我们会到法院去告他 我们会到监裁院去告他 当时卫福部并没有 就是说直接说采纳 但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当时我的考虑就是 飞航的安全 我想目前最重要的 就还是一起继续团结防疫 那指挥官已经清楚的说 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那我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一起继续团结防疫 好 陈时中部长说 三加十一这项政策 没有影响到社区 大家都记得吧 有机师和空姐 不是去这个夜店设飞标吗 显然这一家夜店 一定不在社区里吧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学恒哥 外界质疑说 这个三加十一拍板定案的过程 怎么会没有会议记录呢 当时陈时中部长说 他会负责啊 但是后来监委呢 本来说要调查他 后来又说 陈时中部长工作很辛苦 是不是监察院 这个态度的转变 让陈时中 现在是有恃无恐了吗 没有 我觉得陈时中 现在应该要去应征 天文物理学家 也就是他告诉我说 跟三加一没有关系 但传染源是来自于国外 那显然他专精 黑洞与虫洞的研究 才有可能在没有经过国门 不跟我国国门的这一个 首位政策有关的状态下 那病毒就进来了 这病毒感觉是一个偷渡客 你知道 他可能是坐汤啊 再不然从外海渔船 这样进来 可是等等 你知道我如果要相信 陈时中这位天文物理学家的说法的话 我必须要确认 这个病毒株都不是同一个病毒株 可是实际上 卫福部自己公布的病毒株 讲的就是 这是同一个病毒株 是同一系列的病毒株 然后你告诉我说 三加十一非破口 我们这样讲 三加十一 是不是增加了境内传染的几率 答案绝对是 你甚至现在陈时中 也不敢跟我讲 万华跟后续的所有感染 绝对跟三加十一没有关系 你知道我们讲的是 既然病毒株都是同一个病毒株 那他为什么突破国境边防进来 一定跟你国境边防降低有关 我们讲说古代 如果汉朝或者是明朝 发现万里长城内 有一个匈奴人在那边跳舞 那难道你能讲说 不好意思 这一定跟我长城无关 这个匈奴是自己进来的 不可能 病毒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真正要追究的责任是 怎么会在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经过大众同意 没有任何的资料的状况之下 就这么做出了一个放松边防的决定 古代如果山海关开门进来 除非你决定要改朝换代了 不然边防守军是要杀头的 我们现在没有要杀头 没有要求你辞官 而是要让你明白 这整个决策过程 有没有哪里有问题 我告诉你 我知道一个可能 为什么会没有会议记录 可能就是底下的参谋单位 送了一个资料 说共参我们决定要做这些这些决定 你参合 没有会议 所以有公文传递 但没有会议记录 因为没有开会 就我底下有一个参谋小组 就搞不好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ACIP 或者是这些专家小组 看了之后做结论说 这个东西有道理 我就决议你请这个尊座 或者是军座同意 他就盖了一张同意 就出去 所以没有会议记录 所以为什么说是他负责 因为最后这个章一定是他盖的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问题是在于 那下一次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如果我们动辄打开三海关 让病毒进来 却没有任何的后果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官员会更轻松 更不在乎的去说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了 我今天心情好 我今天觉得不错 我们接下来反正鬼门都开了 那我也开个国门 你用这种方法 毫不惩处 毫不反省的看待 边防开启的决策的话 它一定会有同样的问题的 我们甚至直接这样讲 你今天五加九 如果因为外交决策的关系 帛琉的外交泡泡 旅游泡泡不能改的话 你可不可以增加抽验的次数 你可不可以把原来五加九里面 你把它改成每三天要PCR检测一次 有何不可 没有什么问题 也才一千两千人而已 你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做 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太轻松了 就说好 五加九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那是以前的状况 我就问一句 当年有没有Delta病毒 Delta病毒的传染力 跟免疫逃脱的能力 是远胜目前市面上所有的病毒的时候 你面对很多免疫专家已经说了 Delta病毒基本上要当作不同的病毒来看待 你面对不同的病毒 你面对不一样的传染力 你用的还是旧的方法的时候 你又不检讨你的决策过程 我们这样讲 不好意思 我就是乌鸦嘴 将来Delta一定会攻破我们的边防 而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因为你没有做好疫苗接种的准备 万一这帛琉泡泡 五加九到后来 竟然又让边防破了攻 不知道五加九有没有会议记录呢 如果说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那万华阿公殿 新北狮子王的群聚事件 基因定序怎么会证实 病毒主和桃园机场的病毒 是一模一样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所以说这病毒是天上掉下来的 还是是石头里面冻出来的呢 那我们这几个月下来 有八百条人命的损失 社会经济的损失 更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计算 这到底是谁应该要来负责呢 看起来陈时中 他真的有打算要负责吗 这不是破口啊 当初新冠肺炎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那边揣测 是不是小行星带来的 就直接小行星砸到地球上 才会造成这个地球上 以前传来没有的病毒 那我一开始吃之以鼻 我觉得不可能 虽然我常在讲外星人 我觉得这个几率实在太低 可是现在我开始相信 因为可能真的是外星人带来 可能真的就是一个陨石砸下来 不然的话你怎么去解释 现在我们防疫指挥中心这个说辞 他说这个东西是国外进来的 可是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 你光是你身为防疫中心指挥官 你讲这句话你就已经失职了 你知道吗 又表示你自己出现破口在哪 你都不知道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那实际上 他昨天哦 在PTT有一篇文章 郑黑板有一篇文章 讲的那个时序好像讲的跟真的一样 说其实错的问题是在诺富特 而不是在3加11 3加11本身没有错 可是他故意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去清真寺的那两个基师 他没有去提这件事情 实际上清真寺那两个基师 因为他们是东南亚的那边的人 国家的人嘛 那他们的那一个族群 其实也常在万华内在出没 所以当你没有去解释这块的时候 你就当然会觉得说 好像只有在诺富特那边发生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故意转移话题 你看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哦 昨天程中一讲完 PTT上马上出来这个文章 然后今天马上大动作的手板 四张手板一次排开 全部告诉你整个来龙去末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这么久了 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不能背这个锅 所以呢他就趁这个机会 动员了他的侧翼 包括防疫指挥的东西 全体一起要把这个整个锅 全部甩掉 然后这整件事情 跟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切叫天灾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掉下来 就是一个小行星撞地球造成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做 他们可能以为 因为他们长期习惯性用媒体 用各种方式去洗脑 认知作战嘛 对以为台湾可能会相信 因为民党一直都要进行认知作战 可是我老实讲 当死了这么多的人 当大家生活受到这么强大的限制 然后你告诉我说 根本没有祸首 没有人需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这就是大家倒霉而已 你觉得台湾人能够接受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这么天真的 陈忠我希望你继续这样讲 明朗你最好继续持有这个论调 一切都跟你们没有关系 一切都是倒霉 就莫名其妙造成的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都是中国大陆的错 你继续这样说就好了 你看人民的愤怒 会愤怒到什么程度 另外一个论调 恐怕很多人大概听了也很难接受 就是第六轮只有高端可以打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么很多人认为 是不是有涂利 这个国产疫苗的厂商呢 但是李秉颖告诉大家 涂利厂商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看那个川普总统在美国 他支持他的国产疫苗不予一律 他一下子几一眼就撒下去了 他根本疫苗还没开始出来 可是台湾的那个疫苗产 其实也算是苦哈哈啦 你那个疫苗如果失败的话 我觉得他有可能倒闭 我一直在讲 我讲了很多次 涂利厂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看看我们不是那些重大企业 都有那个减免税 对 奖励投资条例 那就是涂利厂商 多的是 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高端疫苗的EUA 是这个突袭式的突然就通过审查 而且全程不用公开相关的资料 采购的金额又高达40亿 当然就有人批评或是怀疑说 这是不是涂利厂商呢 因为花的都是人民的纳税钱啊 好结果您听到的这个就是啊 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叫做传染病防治咨询会 预防接种组的召集人李扁颖的说法 他说涂利厂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你看很多的厂商不是都有奖励投资吗 都有减税啊 不就是涂利厂商吗 事件议员 那个 我觉得 李扁颖医师 他应该很清楚 社会期待他的 是他的医疗公卫专业 包括他对疫苗生计 他深刻的理解 那也就是说 他应该谨慎发言 因为过去疫情这一年半以来 本来他表现都很不错 我认为他应该谨慎发言 他可能他的原意不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糟糕的一点就是说 法律跟政治就让我们一般民众 大家共同的认知来理解 因为他讲到图利厂商是天经地义 颜医如果这么讲的话 图利他有特定的社会理解 跟法律定义 如果这么讲的话 那法院 地检署 所有图利贪图的案件 通通不要办了 通通不要办了嘛 这样以示公平啊 我简单讲 李扁颖医师的原意 他是说 政府来图利一些大企业 其实原本用意也是为国家也没不对 可是我举例 我们民众也要把台积电的产品打到身体内吗 没有嘛不是吗 但是高端国产疫苗不一样嘛 这是要打到民众的体内 所以他不能用这样子的定义来讲 当然我们全体国人都支持国产疫苗 希望他是身为战备物资 他能够照程序走 走完三级 比照国际疫苗 那所以我们对国产疫苗 对高端联亚是有期待的 社会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也期望 高端疫苗他们能够理解 不能说此时此刻 我们台湾社会 大家在期盼国际疫苗而不可得的时候 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在等待疫苗 疫苗都来得很少的时候 不能利用这样子的空窗 然后让民众觉得 没钱也好 打不到国际疫苗好吧 那高端你就摸足了 有了苗就好 轮到你就去打 不能这样子 我们全体国人寄望 我们国产疫苗的 就是说你们应该要做好 万全准备 而不是在这样的民众 没有选择之下 就去将就国产疫苗 我觉得这个不好 全体国人还是支持国产疫苗的 国产疫苗应该争气 而且不要再有特定的人士 来亚苗助长了 因为他们现在这些做法 反而害了国产疫苗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蔡政府现在拍板定案 就是要推出振兴五倍券 行业人发言人罗秉承 昨天说五倍券最难得的地方 在于它是全民参与型的经济 我们贡献出我的一千块钱 有机会可以来帮助内需市场 立文 好有参与感哦 其实郑教授真的是脱裤子方批多此一举啊 硬要帮五倍券往脸上贴金 硬掰出一些理由 真的是 亏他念到博士 这赤都打到贴金 整到真的有官位在旁边的时候 就会说出这种失去理智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他跟现金的差别在哪里 他要花二十几亿的这个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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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券在日本有失败过的经验 在美国它是给平民使用的 所以它是一个救贫的 不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方式 它是一个救贫的 不是刺激消费的 这个消费券 有点像政府跟媒体一起炒作出来的这种兴奋感 但是兴奋感可以啦 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说像烟火一样 大家快乐一阵子也可以啦 但是是蛮贵的啦 但是是蛮贵的啦 基层不管是任何一个 就希望大部分都是希望现金啦 在我们评论文言大部分都希望现金 好了我们的行政院发言人没有读到博士 只有读到硕士啦 但是也是还蛮有学问的啦 可是呢这个官大学问大 他的学问都已经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呢五倍券呢 因为被大家骂翻了 大家都说你干嘛这么多此一局呢 是找老百姓麻烦嘛 还要拿一千块来再给你五千块 你问不不直接给钱就好了呢 好所以行政院呢 现在又说那不然的话呢 109万的低收入户 不用拿一千块出来 所以呢大概是有90万人 就109万以下的这个低收入户 那大概有905 06万人 可以不用拿一千块出来 那就干脆2300万人都不用拿一千块出来嘛 你真的是很烦耶 好那也有人说 这个怎么会是现金呢 学杂费我也不能交 补习费我也不能交 房租也不能交 水电费也不能交 然后现在又说 学杂费补习费可以交啦 就开始在补破网就对了啦 那我们王氏监委议员呢就说啦 这个行政院应该要收回民众出一千块 才有参与感这句话 到底是要参与什么啦 我们每天的生活 就是在参与这个社会 不是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费用开销 所有的实际住行娱乐 拜托我们才是主人耶 你行政院的决策 你不过只是管理人 你搞清楚一点好不好 说的也是啊 这个社会就是我们大家组成的嘛 我们每一天的活动行动消费 都在组成跟构成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 什么叫做叫我们再参与一点 不然我们平常都没有再参与吗 好 这个洪孟凯委员也说了 当初蔡政府希望电子绑定跟纸本的落差 不要太大的这个目标 显然是彻底失败的 所以最后呢 你还是要去印纸本嘛 而且还要加印啊 你多增加了23亿的印刷配送兑换的成本耶 而只有少少的181万人去做了电子绑定 连民进党的大官们出外消费的时候 也是拿这些纸本呢 其实你真的有太多不必要的浪费 而且也太不环保 更是没有办法及时雨的 就现在就已经活不下去的基层苦哈哈的民众啊 那罗秉承呢 我们这个伟大的行政院发言人就说了 哎呦你们都一直说叫我们学其他的国家 那其他的国家也有发券啊 香港新加坡都有发呀 他们都有发类似的消费券啊 直接发现金的效果有限 他自己讲了 所以他要再发消费券嘛 而且日本还发现哦 如果发现金以后啊 储蓄力提高 又讲这件事 人民就是把钱拿去存起来嘛 所以呢 无法刺激内需消费硬讲啊 可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是香港新加坡 虽然有发券 他们发更多的现金啊 那他们发的是什么券呢 发的就是旅游的 振兴旅游的消费券 所以新加坡旅游局是每个年满18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 都可以拿到新币100元 等于是台币2150元的消费券 用来做什么 用来饭店住宿啊 景点门票啊 导览活动啊 因为呢 观光是最被冲击的产业 那另外政府也帮小孩青年提供了新币10块钱的门票 津贴每个消费券的用户呢 可以使用政府津贴购买最多六张的孩童跟青年门票 是不需要拿钱出来买的啦 不用拿钱换 直接给你这些券 但是新加坡有没有发现金 有 新加坡发了600元新币的现金 等于是台币的12600块的现金 所以重点还是普发现金 是每个人都发了12600块台币的现金 那另外刺激消费的部分才发消费券 好 香港是不是像行政院讲的有发消费券呢 有 也是一样 那么香港呢 就是在6月18号以前连续24个月里头有在香港居住的 他们不只有发这个现金 还发了将近5000块港币 哇 等于是17850块的消费券耶 那一样的是不需要 不需要像我们这样还拿钱出来买 拿钱出来换 就直接发给你消费券 那香港有没有发现金呢 他发的可多了 他不止港币1万块 港币1万块是之前发的 等于是新台币39000块 他今年去年就发了 今年发了两次的现金 早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 香港发的现金更多 所以我们行政院发言人 也不要选择性的误导民众 因为新加坡跟香港都是发了大笔的普发现金 另外还有消费券 所以跟我们这种拿老百姓开玩笑的五倍券是完全不一样的 五倍券最被老百姓抱怨的地方就是你要先掏出1000块钱来跟他买这张五倍券 所以因为民意的声浪蛮大声的 所以现在就说好了 那我们要有一些免付费的对象 可以直接拿到这张券 不用掏1000块钱 这免付费的对象可能放宽到900万人 而使用的范围也扩大了 也可以拿来付学费 看来为了推销五倍券 行政院现在是不断在放宽使用的范围 但是也让人很怀疑的是说 既然如此你不断地放宽 那为什么不干脆发现金呢 干嘛要花钱来应券呢 非常难得另外一个是 是全民参与式的 它是一个参与型的经济 我也贡献我的1000块 那900万已经占了你怎么一半啊 那一般人都不参与吗 那你这个逻辑在哪里呢 那你干脆叫他付3000块 你给他8000块好了嘛 那不是参与更多吗 你只要给我钱我当然就有参与感啊 这种东西要什么参与感呢 现在人民要的是纾困纾困纾困 很重要所以讲三次 不要再找任何借口了 殷系立委跟进喊话 政院免付千元直接领券 国人则灌报蔡总统脸书 要求普发现金 拜托总统失业好几个月了 别再拿现金换券为难百姓 苦民所苦人民才有感 现在不止毕业生 大家都不好过 硬券增加行政成本 真的是不知民间极苦 好这个发奖很耐人寻味 因为今天有十名英系立委 透过脸书贴出了一张声明 呼吁全民振兴 全民免付啊 也就是让大家通通都可以 免付一千块钱 直接拿到这张振兴券 外界联想是否 蔡总统也不赞成 行政院现在的做法呢 好 既然要放宽 很多人可以不用花一千块 拿到券 又要放宽说可以拿来缴学费 那么为什么还要浪费钱 来印这张五倍券呢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事件议员 因为苏院长其实是 已经在五倍券的政策定案之后 才说要和党团来沟通 所以显然呢 看来民进党内部 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也是分歧的哦 是不是派系之间暗潮汹涌呢 而罗秉承说 民众要先出这一千块钱 才会比较有参与感吗 其实我身为民进党员 我对三倍券五倍券的批评 我是语重心肠 恨铁不成钢 那我认为说 行政院头发钱 还发到这么天怒人怨 发到这样惊天地气鬼神 还真是少见 要发钱给民众 本来大家要来纾困 也好振兴也好 本来这是喜事 你喜事办成伤事 天哪 难道我自己玩得很高兴 我真是不懂啊 你刚刚讲得很对 决策定案之前 做成决策之前 就要大家来谈 这才叫沟通嘛 你都做了决策 都定案了 然后才找立法委员党团来沟通 那不叫沟通 那叫告知嘛 这很清楚 行政院在这件事情 好几件事情上面 行政院早就把立法院 当作他行政院的立法局 他认为奥林立法院 是辽背一格 这典型的权力的傲慢 我们寄望行政院的 寄望各部会的 是要你们干大事 你们帮我们国家 做长远的经济的规划 那这现在人民 在疫情期间遇到困难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要来帮助人民 你就要干脆 那不要讲那个什么说 我发五千块人民会去存起来 对 钱这就不够了 我打算 每一个月每个人的生活费 不止三五千八千块 你发五千块怎么会去存起来 然后又说发五千块钱现金 现金发放会去买股票 你太瞧不起人民了嘛 五千块买什么股票 我认为政府行政院这种做知军 做知识的心态很差劲 尤其罗秉承讲那一句 说拿一千块钱来买 人民才有参与感 去年行政院长还直接说 这个多划算 拿一千块买三千块的券 你把人民当什么 你把人民想成说 人民就是贪小便宜 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这个是我们的税金 行政院 政府 公务员 你是帮我们保管 现在人民有困难 我们只是要退税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干脆一点 要嘛你就发 我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的借年 几个月后开始发了五倍借以后 其实我们这些借年也都没用了啦 大家还是会 民众还是 洗漆漆的 大家这总算嘛 大汉子望云尼 所以所有的建言 都会被他们踏过去 人民还是期待 应该发放 就像肚子饿的时候 你说要吃乳肉饭 还是牛肉面 还是牛排 你讲讲讲一堆 我都快二十啦 好了随便 你就来一碗白饭也好嘛 同样到时候 你给一碗白饭五倍借的时候 大家也就算了 所以我希望行政会能够听进去 他觉得这个拗得过 因为到时候发放 社会会还是会一片欢心 所以我希望行政会记得 不要再做知君做知识 要就给 给的干脆 然后你们应该去干大事 国发会经济部 才是应该来振兴经济 提出对策的地方 不是科以人民重责大任 又要纾困给人民 又要帮助人民的时候 然后又科以人民说 你要帮忙来振兴经济 这算什么政府 对啊 一定要大家花一千块钱 来帮忙振兴经济 这不倒是法员依据 从何而来啊 好 现在大家都说 其实如果当时花钱 把钱花在买疫苗上 大家现在打完疫苗之后 还有这么多事吗 台北市医院罗志强就踢爆说 其实有很多的课后班 补习班的老师 根本都还没有造策打到疫苗 可是学校和补习班 都要求老师打了疫苗 才能上班 否则的话 难道要每周自己花钱 去快筛吗 会不会有人最后是被迫投降 只好数百期接受 去勾选打高端疫苗呢 我们就来看到底多少人 还没有打到疫苗 这个是徐晓星脸书公布的数据 好 你看到幼儿园是最高的 目前91.68%的幼儿园老师 打到疫苗了 好 课照中心啦 特教学校啦 都有超过九成 可是哦 你看如果是国小 实验教育团体机构 外侨学校的话 其实只有78.94%的老师 有打到疫苗 国中更低了 69%的国中老师有疫苗 那剩下的三成的人呢 好 高中值也只有71.31% 所以整体来讲呢 是78.24%的老师打过疫苗 也就是说 不是答应大家 九月开学之前 所有老师都要打到疫苗吗 会不会挑票呢 因为看起来现在 目前为止还有两成的老师 是没有疫苗可打的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了 好 所以很多人 对于这个高端疫苗 保持沉默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觉得说算了 反正我不要打就好了嘛 但是是不是其实 很多时候到最后你会发现到说 原来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我不打高端疫苗就可以 我没有这个自由 可能像有的老师 就最后被迫要选择打高端疫苗 有某毒物学家 说高端疫苗就像 如来佛的五子山一样 那个变种病毒就像孙悟空 你怎么样逃不过我的五子山 他的形容错误了 其实那个孙悟空 就是台湾的人民 高端真的就是 如来佛的五子山 你怎么逃都逃不出 他的手掌心 你非打不可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其实政府现在只要做一个动作 你就非打不可 大家注意到 现在这个动作正在做 叫做什么 继续挡外国疫苗 我就挡住就好了 因为BNT到现在 BNT都发了声明是讲说 只要你们台湾这边 文件准备好 我就供货 那为什么我们隔了这么久 我们的文件都还没准备好 我们相关的东北弄好 显然防疫指挥的东西 就是不希望他赶快来 就是在那边继续拖 那只要这样继续拖下去 因为马上就要9月 9月之后要开学要上课 然后很多人要重新 恢复要上班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疫情 相对比较稳定 很多公司都要恢复正常上班 那公司都会希望 你要保护自己啊 要么你就是打疫苗 要么你就是每个礼拜 去做筛检 所以包括医院也是一样 现在很多实习医师 他去实习的时候 医院就跟他讲 你要么就拿那个 打疫苗证明给我看 要么就是你每个礼拜 去做PCR不是一般的快筛啊 你知道PCR一次 在台湾现在最起码都要三四千块 最少 那每一个礼拜都要做 那一个月就多一万多的开销 那对一般的上班族来讲 你也会变成这样的开销 那我现在因为我没有给你 其他的疫苗选择 你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那你除了选高端 你还能怎么样 因为如果你不愿意打高端 那你就是每个月要多负担一两万块钱 要不然就是只好向现实低头 就去打 所以政府这一招非常厉害 我只要挡住所有其他的机会 你就没有得选择了 那我也不强迫你 因为强迫可能会有违法的问题嘛 所以我就不强迫你 我就在那边等 看你自己要不要打 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 是吃了胜夺铁的心告诉我说 他死都不会打高端 可是问题是 当里面你的工作权的时候 你的就学权的时候 请问一下你怎么办 你要去跟他拼吗 还是你每个月就要多花一两万 去跟他赌 就为了赌气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到最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头 因为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你知道 现在高端的数字非常的难看 到现在真正单选高端的这十八万多 那当然有一些媒体是讲得非常夸张说 你到月底 那个五十万的高端上市之后 会有至少三几万人打不到高端 那实际上呢 刚好相反的是 现在如果他上市了之后 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 是有三十几万级的高端没人打 所以他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 民进党的面子就丢光了 所以他一定要创造出一个 让你非打高端不可的环境 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在执政 所以这个环境他们已经创造出来了 只要一天BNT不进来 抱歉 你想不打高端都不可能 哇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根据报道 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部内建立一个line的群组 那么呢 包括了各个私处的正副主管 通通都得入群 而且要随传随应 结果呢 就出事了 因为这个之前呢 吴钊燮有一件没有急迫性的事情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在群组里面呼叫 刚刚被拉入群组 还不太搞得清楚状况的一个领务局长 结果呢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两则呼叫陈局长的简讯 结果吴钊燮部长的第三则讯息就是叫他 下周一要立刻递辞成内血痕 怎么回事啊 没有 我觉得第一个要这样讲啦 民进党政府要反思的是 请问支持劳工 挺劳权这件事情 还有没有写在民进党的DNA里面 姑且不要论一些法律上的细节 说公务员算不算劳工 那蔡英文总统不是有讲过 劳工永远是我心里最软的那一块 那所以你纵容你的下属 做了所有冠老板会做的事情 我们这样讲 我们先不管他外交部哦 如果有一间公司哦 叫你周末假日 全天后在LINE上面待命 我叫你三次你不回 给我递辞成 范云早就把你搞到家破人亡了好吗 范云以前是一个劳权的 支持者一颗正义的象征耶 那为什么到了现在 你纵容吴钊燮让你底下的人 去大便都要带手机 不然你叫三次不回 然后就要递辞成 这干什么 有没有非法解雇的问题 有没有无故调职的问题 那好我们直接讲 你今天这个领事事务局局长 如果不是在洗澡 他在生产呢 他在产房里面生产的时候 吴钊燮可以说 我管你有没有在生产 我叫你三次不回 递辞成 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 其他还不用提 我跟你讲问题还多的 外交部最近已经又转型成 临床实验专业户 亚松生他在巴拉圭做帮高端 做临床实验是跟亚松生大学合作 你看亚松生大学的工部 主办单位是谁 中华民国驻巴拉圭大使馆 我们这样讲 一个政府的外交部可以帮民间公司 做疫苗实验吗 如果今天这个疫苗实验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人家求偿跟谁求偿 他是跟外交部求偿 他是跟中华民国求偿 他是跟吴钊燮求偿的时候 还没完 记不记得吴钊燮还有一篇公文 要求各外馆去跟各住在国问说 你们要不要我们的国产疫苗 我们高端做出来 如果有的话可以来谈合作 那请问现在外交部到底做的是外交 还是做的是外销 你到底是经济部还是外交部 我觉得现在这个吴钊燮这个家伙 大概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了 你做我们这样讲 我最后说一句话 他那个不算外销 根本像是直销一般 直销吗 真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怎么会这样 人家是公务员 所以这个能够这样子 就要求人家辞退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继续讨论 进来内容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后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了 怎么会传出外交部长 竟然因为属下没有回LINE 回得不够快就要求他要辞职吗 我觉得他情绪管理有问题 其实我是还蛮讨厌众人 就是说当对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就卑躬屈膝 然后对你的下属就这样子作威作福 那事实上你现在一般的公司行号 我们的劳基法的规定 你都不可以在人家下班时间的时候 随便赖人家要求人家随时要回 你这不是搞得你的员工通通神经紧张吗 你怎么可能24小时随时待命呢 又不是在作战时期 而且更何况你现在是在下班时间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才两次没有看到你呼叫他 你就要叫他递辞城了 就算是一般公司也不可以这样 更何况公务员他根本就可以不用理你的 他可以不用递辞城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外交部长 他是太想念他的口译歌了吗 他对我们外交部正式编制的 这些外交官的士气打击很大 他对这些真的编制内优秀的外交官 如此不看在眼里不尊重 然后他自己的心腹口译歌 年纪轻轻没有什么资历 就可以三级跳五级跳 那你这对整个外交部的体制的破坏 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部会 手掌挺难的 回来了 near Beach 回来 我们在遭迹e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